全台第137个禁私书宣 今日在水伟国校正式启用 所以我们觉得很需要在很多的校园 亲近学生 让他们很自然而然可以感受到这些书 他所想要带给他们的很多的创意发想 所以我们就一间一间学校的成立 因为就以很多的学校找我们 所以很开心能够在南投也特别多 34间的学校了 水伟国小校长张志伟表示 4月1日是水伟国小建校满86年的日子 感谢此季在今日赠送给学校这么好的礼物 让孩子们在上课之余有一个好的阅读空间 今年4月1号是我们86周年的生日 此季在这里送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 近诗书宣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一个空间 在平常上课之余 也能够有一个阅读人文阅读的一个角落 小朋友都非常开心 然后迫不及待的想要进来这里面看一些书 先缘书玉成感谢此季在水伟国校设立近诗书宣 帮助孩子们透过阅读来开拓事业 让他们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近诗阅读书宣的起用 感谢此季基金会带来了书局 也带来了读书的气氛来启发小朋友的智慧 先缘陈宣表示 近诗书宣不但桌椅使用环保材质推动环保 书宣内的每一本书也都是经过精心的筛选 让学生们透过书宣来阅读 也能够养成更好的品德 那里面还有许多环保的概念 包括他们的环保仪 还有很多很有趣的绘本 那也很感谢我们的水伟国校 将一个闲置的教室把它活化起来 让家长未来在接送孩子的时候 也可以到这边来看看书 然后孩子也可以在这边 先写写功课再回家 副医长排一圈感谢此季 在南投县成立34座经事书宣 抑注偏向教育资源的用心 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多利用 得知不意的阅读空间 增进自我的成长 记者陈唯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